彭帅,2021年11月2日,发微博,至11月20日 彭帅,在哪里? 为什么不能出头露面? 彭帅,2日晚间时时,在微博,发表长文 微博全文如下 我知道说不清楚,说了也没有用 但还是想说出来,我是多么的虚伪不堪 我承认,我不是一个好女孩 很坏很坏的女孩 大概三年前,张高丽不总比你退休了 找天津网球中心的刘大夫 再联系到我,约我打球 在北京的康明大厦 上午打完球,你和妻子康杰一起带我去了你们家 然后,把我带进一家的房间 和十多年前,在天津时一样 要和我发生性关系 那天下午,我很怕 根本没想到,会是这样 一个人,在外帮手住 因为,谁都不可能相信老婆会愿意 七年前,我们发生,过一次性关系 然后,你升常委,去北京 就在没联系过我 原本埋藏了一切在心里 既然你根本不打算不择 为何还要回来找我 带我去你家 比我和你发生关系 是我没有证据 也根本不可能留下证据 后来,你一直否认 可却是你先喜欢的我 否则,我也不可能接触得到你 那天下午 我原本没有同意 一直哭 晚饭,是和你还有康杰阿姨 编柱,张高丽妻子 一起吃的 你说宇宙很大很大 地球就是宇宙的一粒沙 我们人类连一粒沙都没有 还说了很多很多 就是让我放下思想包袱 晚饭后,我也并不愿意 你说恨我 又说你这七年,从未忘记过我 会对我好等等 我又怕又慌 待住七年前,对你的情感同意了 是的就是我们发生性关系了 感情这东西很复杂 说不清 从那日后,我在此打开了对你的爱 后来与你相处的日子里 三从你人相处你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 对我也挺好 我们从近代历史,聊到远古时代 你同我讲末路的知识 再谈到经济哲学 聊不完的话题 一起下棋 唱歌 打乒乓球 捉球 包括网球 我们永远可以打得不一乐呼 性格是那么的合得来 好像一切都很呆 自小离家早 内心极度缺爱 面对发生这一切 我从不认为我一个好女孩 我恨我自己 恨我为什么 要来到这个世界 经历这一劫 你同我说你爱我 很爱很爱 来生希望在你二十岁 我十八岁时 我们就遇见 你说你很孤独 一个人很可怜 我们有聊不完的天 讲不完的话 你说你这个位置 没有办法离婚 如果你在山东实验时 还可以离婚 可是现在没有办法 我想过 默默无闻 就这样陪住你 开始还好 可是 日子久了 慢慢的变了 太多的不公 与侮辱 每次你让我去 背住你 你妻子对我说过多少难听侮辱的话 各种冷嘲热等 我说喜欢吃鸭舌 康杰阿姨 会冲住我说 一针热心 冬天北京雾霾 我说有时候空气不太好 康杰阿姨 会对我说 那是你们娇虚 我们这儿没感觉 等等诸如类似的话 说了很多很多 你在时候 他不这样说 好像和我们一样 两个人相处时 是一个样 有旁人时 你对我又是一个样 我同你说过 这些话 挺多的心里特别难受委屈 从认识 你第一天到现在没有过你一分钱 更没通过 你某取过任何利益 或者好处 可民态这东西 真重要 这一切我活该 自取其辱 从头到尾 你都是一直让我保密 和你的一切关系 更不可以告诉我妈 和你有男女关系 因为 每次都是她送我去 骑士库教堂那儿 然后 换你家的车 才能进院里 她一直以为 我是去打麻将打牌 去你家玩 我们在彼此的生活中 都是真实生活中的一个透明人 你的妻子 好像真环传的皇后一样 而我无法 形容自己多么的不堪 很多时候 我觉得我自己 还是一个人马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行使走肉 装 每一天都在装 哪个我才是真的我 我不该来到这个世界 可又没有勇气去死 我好想 可以活得简单点 可是于远为 30号那天晚上 争议很大 你说2号下午再去你们家 我们慢慢谈 今天中午打电话 来说又是在联系 推托一切 几口说改天再联系 就这样 和七年前一样消失了 玩玩想不要 就不要了 你说我们之间没有任何交易 是 我们之间的感情和钱 全力没有任何关系 可这三年的感情 我无处安放 难以面对 你总怕我带什么录音器 留下证据什么的 是的 除我以外 我没留下证据证明 没有录音 没有录像 只有被努去的我的真实经历 我知道对无您味道权重的张高丽 副总理来说 你说过你不怕 但即使是以软基石 飞蛾突火自取灭亡的 我也会说出和你的事实 以你的智商谋律 你一定否认 或者可以反扣给我 你可以如此安事不公 你总说希望你母亲在天可以保佑你 我是一个坏女孩 不配为人母 你为人父 也有儿有女 我问过你就算是你的养女 你会逼她这么做麻 你今生做的这一切 日后心安理得的 去面对你的母亲麻 我们都很道貌岸然 你不太悠绝了吗 Flying 飞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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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蛇